最近,解放军中部战区空军的一段宣传视频引起了美国军事网站战区的关注 美媒在这段宣传视频中发现中部战区空军使用轰流系列轰炸机投掷了一枚超大型的炸弹 美媒认为,这就是中国的炸弹之母,即大型温压炸弹,能够制造直径1000米左右的无人区 其威力仅次于核武器,不仅可能在未来的台海之战中用来炸美军,也很可能会被拿来对付印军 从外观上来看,中国的炸弹之母的单手位置除了安装有引信外,并没有安装任何其他的制导组件 并且其弹翼和中国其他的常规铁炸弹一样,使用了常规的圆环式弹翼 没有任何中国滑翔激光制导炸弹上常见的滑翔翼和维多 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中国的炸弹之母只能够进行凌空空炸,不具备在防区外投掷并发动攻击的能力 其引信看起来并不是传统高速航弹上使用的碰炸引信,而是一款空炸引信 所以,其工作模式应该和国外的炸弹支付等温压航弹一样,通过温压爆炸产生了高温高压对敌人的作战人员和攻势进行破坏 这并不是中国炸弹之母的第一次亮相 在2019年新华社对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产品的介绍中 就曾经介绍过一款由轰6K型轰炸机携带并投掷的巨型炸弹 当时新华社在报道中就已经直接将那款巨型航弹称为中国的炸弹之母 表示这是中国最大的飞核炸弹 其弹长在56米之间,即使是轰6K型轰炸机 也只能够在肌肤内置式弹舱中携带一枚 美国实际上也有自己的炸弹之母 其说号的由来很有意思 即大型燃料空气炸弹,正好和炸弹之母的缩写一样 都是mo app,再加上更加好机 所以很快就流传开来了 不过,这类炸弹的体积都很大 比如美军的BLU82B除去切刀 基本上都是由C130运输机进行携带和使用 当然,美军的B2隐身战略轰炸机和B52战略轰炸机 也可以携带和使用 美媒认为,虽然中国版的炸弹之母 目前只能够由轰6K型轰炸机携带和使用 但是目前中国很可能在燕的两款隐身轰炸机 也就是轰20隐身战略轰炸机和GHXX隐身战斗 轰炸机在未来也能够携带和使用中国版炸弹之母 其用途非常广泛 既可以直接用来对美军发动攻击 也能够拿来为空突部队清理出一片干净的着陆场 当然,除了直接对目标进行硬杀伤外 中国的炸弹之母在爆炸时产生的巨大声光 也能够对敌人的心理造成巨大的冲击 摧毁敌人继续作战的心理 瓦解敌人的抵抗意志 而对于解放军的地面作战部队来说 在遭遇大规模雷场的情况下 也可以申请使用中国版的炸弹之母来快速清除雷场 开辟出一条安全的通道 梅梅认为中国版炸弹之母目前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精确打击能力 并且因为对载机的依托比较大 所以基本上需要在掌握完全制空权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 不过,笔者却认为 这对于目前的我们来说并不算什么大问题 在本街珠海航展上 中国就公开展示了1000公斤级的激光制导轻车炸弹 并挂载在兼空气AR战斗轰炸机的机翼下 即使是我军没有掌握完全制空权 兼空气AR也可以挂载这款重型激光制导炸弹 执行对地攻击任务 打击美军或者台军的地下指挥所 同理,中国也完全具备相应的实力 为轰6K型轰炸机制造重量更大的激光制导炸弹 比如三吨级,六吨级的精确制导炸弹 并展开放区外攻击 这还不是中国唯一的解决方案 同样参照在此次珠海航展上展出的雷16精确制导炸弹 中国只需要为自己的炸弹支母配备上 带有制导组舰的滑翔一和控制尾一 那么不仅可以实现中国版炸弹支母 在防区外攻击的目的 而且还能够实现实现精确打击的作战效果 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实力进行批量化改装 到时候,美军就需要面对从防区外发射而来 并且还能够精确打击的中国炸弹支母了 至于轰-20隐身轰炸机 自然也会成为中国炸弹支母的理想载机 轰-20隐身轰炸机完全可以在战时 直接携带中国版炸弹支母对敌人的后方进行渡戏 任何敌人的中大型目标 比如美军的机场、美军营房、弹药库和部队集散区域 都是十分理想的攻击目标 当然,台军有望比美军更早体验到 我军炸弹支母的滋味 台军一直向外界吹嘘自己在台湾岛西侧的坑道攻势 有多么的无间不摧 但是在我军炸弹支母这类温压武器面前 台军的坑道攻势就显得十分脆弱了 战时只需要一发 就能够直接瘫痪掉台军一大片的坑道攻势 为我军登陆部队开辟出快速通道来 此外,就如同妹妹所说的那样 我军同样可以使用炸弹支母 为我军空突部队在台湾岛上 快速开辟出几块大型激将区来 在拥有合适的激将区之后 武军空突部队不仅能够大量投放作战人员 还能够快速投放大量作战车辆 提升对台军的打击能力 美纠级盟友军演建制中国 解放军画下三大禁区 美智库憋出搜主意 美国在中国周边纠级多个盟友 举行一场大规模联合军演 解放军画下三大禁区作为回应 而美国智库却憋出了一个搜主意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美国就开始重新调整自身的战略 亚太成为了美国的目标 而随着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 美国方面将超过60%的军事力量 全部部署在亚太地区 虽然美国方面一再强调此举 是为了应对未来亚太地区 随时可能突发的情况 保证美国及其盟友 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安全 但外界都明白此举 实际上是想对中国进行军事围堵 方便后续的打压计划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 就没有停止过 即使当前美国国内的各种问题不断恶化 但美国也没有停止的打算 相反还愈发肆无忌惮了 就在最近这段时间 美国又纠结了十多个盟友 在亚太地区举行了两场大规模军事演习 而演习所针对的目的自然就是中国 首先第一场演习 是由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联合举行的 代号力尖23的军事演习 时间为8天 而根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消息证实 本次美日联合军演的区域非常广泛 从东海一直到九州岛南部海域 而演习的主题为提高离岛防卫能力 与美日其他演习不同的是 这次历届23的军事演习参演 总兵力达到了36000人 除此以外 美日还将会出动30艘各类型水面舰艇 以及约400架各类型军机 除了美日以外 英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美国在全球各地的盟友 也都会派遣军机和战舰加入到演习中来 对于本次演习的举行 美国方面给出的说法是为了增强双方盟友之间的协作能力 以保证一旦爆发任何突发情况 这些盟友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介入美军作战体系中来 实现快速介入和有效反击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演习中也将会加入弹道导弹的使用 这是以往的演习中并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同时 有消息人士透露 美军也将会在演习期间 向日本自卫队演示战斧巡航导弹的使用过程 考虑到美日高层已经开始就采购战斧巡航导弹相关事宜进行讨论 因此也可以认为本次演习也算是日本自卫队在为装备战斧巡航导弹进行的一次预热 但需要注意的是 作为一个战败的国家 日本是不允许研发和装备远程进攻型武器 如果日本自卫队真的装备了巡航导弹或者弹道导弹 那么这就是突破了和平宪法的约束 目前为了可以尽快实现日本军事力量正常化 日本政府一方面是在积极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 想得到美国的支持和默许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和优异势力也积极在国内 轩然炒作中国威胁论以及俄罗斯威胁论 煽动国内民众情绪 为修宪做准备 日本想让军事正常化的目的也非常简单 那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大国 实现日本的重新崛起 而美国想增强日本军事力量则更简单了 那就是让日本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反华极限风 一旦台海地区或者其他方向出现任何突发情况 日本都可以第一个冲锋陷阵 为美国吸引火力和减轻军事压力 新管美日双方表示 本次军事演习并不针对任何国家 但很明显就是已经将台海和东海等区域设为了演习的甲匠区域 试图通过提前演练的方式进行战争预热 从而确保绝对的优势地位 面对美日的这一条新行为 中国显然也不会惯着 在本月初解放军就在东海 黄海以及南海等海域展开军事演习 综合海事局发布的通知来看的话 从11月10日开始 解放军已经在三大海域同时开始了演习行动 而在演习期间 其他船只一律禁止驶入 对于解放军同时在三大海域画下进行区进行演习 有媒体人士认为 解放军这个动作应该是在对美国及其盟友 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进行警告和威胁 在当前亚太局势不断紧张的情况下 解放军通过亮剑充分展示了维护国家主权 以及核心利益的决心和能力 在8月份举行的环台军演中 解放军就已经强势亮剑过一次 而这次继续亮剑也是在告诉美国 小要军事施压完全没有任何效果 而这手段已经对中国失去了意义 但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国内依然还有人在打中国核心利益的主意 也就是继续在台湾问题上煽风点火搞事情 日前 美国一家名为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的智库 举行了一场座谈会 就当前台海局势进行分析和解读 美国智库专家认为 美军在距离中国海岸线较近的情况下 根本无法对解放军的导弹攻击 进行任何有效的防御 如果说在台海战争爆发之后 只要美军赶军事介入 那么就可能会在第一时间遭到导弹覆盖式打击 但如果美国可以获得日本出动自卫队协同 那么美军最终获胜的概率也将会大大提升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可以发现美国根本就没有将日本当做盟友 日本充其量就是一个马前卒 但不管怎样 如果美日执意去触碰中国的底线 那么我们可以狠狠教训他们一次